這是東京駅劇 日本駕駛火車頭 駕駛火車頭是由日本最有名的成爺精武建築大師 跟著一位格西萬斯哲學來設計 EQ Company 三位時駕駛 它設計是駕車的入口跟路車的出口是不一樣的 南冰是要去駕車 北冰是要留車 中間是方式跟著重要的貴賓才能出集的門 它這個建築是文藝復興式赤煉瓦的紅棧建築 一般都叫做成爺精武的成爺式樣 成爺式樣的特色就是紅磚白世代 有四五年去美軍帶他走雜牌 收穫後現在裡面還有一間非常高級的理貫 前後在收穫時因為旁邊的八角形圓頂一定都很難收穫 所以稍後拆掉 但是聽說他的收穫的物資是用到建築機 如果是派去的 所以新來的零件那個時候三來的去 說可以用差不多四五年呢 收穫的技術實在是經過民裡面 這裏呢 不然將圓頂把他蓋上去的山裡 所有的裝飾都可以做出來 這裏有幾個動物的 你敢不算過 我先拿給你 在這裏可以用一個運動機 並不完成 有一樣的一支 用一個運動機 還有一支 做運動機 所以這裏還會打破 別的能力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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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支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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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萬塊,酒載8萬2千塊 工廠用了3千5百噸,木載1萬8千塊 當天的隔壁有一間中央郵便局 可以爬上去看見真正美麗的 要當天開車頭 以空空氣民的5月30日 當天準備要開始正式開設 從那一年開始,我就很認真 經常來看見,現在是盡頭夠多了 好,現在一定看到他 原來美麗的麵包樓